不想被坑被宰 新房装修这些东西自己买 1.临时马桶 开工前再网上买一个 也就几块钱 开工是就要用了 你不提前为师傅想好 你猜他们会去哪里解决 2.纸腻法 最好不要使用开发商自带的 一般密封信都很差 未来装修好以后再更换就非常麻烦了 一定要提前购买一个密封信好的 便于瓦工根据实际情况开空 贴完瓷砖直接安装 这样才能做到严丝合缝 以后才不会串烟反胃 3.小法 一定要提前准备好 不然等你家再安装马桶 洗手盆和热水器时 师傅就会从包里掏出两个卖给你 价格高 质量还一般 纯纯的智商税 劣质脚法生锈 肾漏都是小儿科 要是脚法爆裂能水烟整洞楼 选择黄铜主体耐腐时 罚心选择掏瓷罚心 手感顺滑 花小钱保安全 不要马马虎虎 4.玻璃胶 玻璃胶的用途非常广泛 安装马桶 洗手盆 厨房台面 踢脚线等都需要打玻璃胶 一定要提前准备环保防眉的玻璃胶 阳光暴晒的地方选耐厚性的 潮湿的地方要选防眉性好的 工人免费打滴一般都是很便宜的杂牌胶 不环保还会发黑发霉 5.瓷砖胶 不管你家是做全包还是做半包 只要有全瓷砖上墙的 一定要用瓷砖胶粘贴 这个瓷砖胶的性能标准 不光你们业主不懂 绝大多数的装饰公司压根也闹不清楚 所以一定要自己购买 不然装修公司 就都给你用一种低端的瓷砖胶糊弄你 掉砖就是早晚的事 购买瓷砖胶可以参照我这个表格 根据砖的大小 选择瓷砖胶对应的等级 6.地膜 贴完瓷砖后需要做地面保护 避免瓷砖被划伤 装饰公司做一套地面保护 最少收你个1000多 有闲暇时间的业主 可以自己网购地膜 花时间扑一下 轻轻松松省下个五六百 吃个火锅 它不香吗 7.钳制过滤器 这个提前准备好 在改水电时 就可以让水电师傅顺手就帮我们安装上 如果后期准备 就还得再单独请师傅安装 额外花安装费 需要注意的是 在购买时一定要买那种带有反向冲洗功能的 方便平时的维护和保养 8.五金件 橱柜 门五金件 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 装修公司卖给你都是按个买的 拿货是整箱批发的 你自己可以用商家及你的品牌个数报价 自己去网上的旗舰店对比一下 发现至少能省一半的时候 你会回来给我点赞的